你们好,我是老夏 我这个独眼农车已经开了一周了 现在看一下 前两个视频你们应该知道 我发到阿里去了 一个朋友车灯装牦牛 把车灯装坏了 我卖给他,明硕卖给他 实话告诉你们 这个车灯在淘宝上买成200块钱 我卖给他600 这样就该跟你们说清楚了吧 西瓜外了 你吃你吃 然后他也跟我说了 他说我说没有车灯的话 到时候他交进带着罚款 所以说他说我给你出租车费吧 你赶快拿给我 我也跟他说我说我不要你的钱 我给你买过来多少就发给你多少 但是你要在那里带上去过星期 他不干就没办法嘛 200块钱其实也不贵 他们四个人在那里租电的话好久 我自己发的东西又到了 我们看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我发的是什么东西哈 在这里面看一下 这个艾迪尔二代林木浪迪白德星就是这个车的配件商 我们打开看一下吧 哎呀呀,气温 呀呀呀呀,气配 七佩 三个小高 写豆 打开看一下 这个箱子已经打开了 发了好多东西过来 我都忘记是些啥了 油风 还有门把手 门把手发了 四个门把手 三个还是四个 还有些乱七八糟的小东西 刚刚开箱的时候 忘记录了 然后大灯的话已经 开始装上去了 准备把它装上去 来 全新的大灯 这下全新的眼睛就按上去了 OK了 装上去就又可以正常跑了 要不然的话 在路上跑着这样不安全 没有少了一个大灯 现在这个左边这个大灯已经 安上去了 完美的修复了 全新的大灯 我的插头还没插 好像电源插头没插 我才看在这里空着一个洞 电源插头 灯泡没插 好了 这个车子已经好了 然后门把手 还有其他的小东西的话 可能过两天再换吧 这两天忙不过来 OK 把插头插上 现在灯也拆好了 没问题 小灯转向灯大灯 OK了 OK了 这车又可以正常跑了 要不然没灯的话 在路上跑着太不安全了 然后看一下 这是准备拿来修车的 但是现在不知道怎么弄 还不知道拿来怎么修车 然后好多东西就放在这屋里面的 煤气罐我放在这里 看到没有 这屋里面的布局 就是太窄了 这间屋的话修车真的不太方便 然后这里是个厕所 这里拿来住库房 煤气罐 给了一个厕所在这里 就下面打管子 打远着穿过去的 然后这些就是厨具 这是从屋里面搬过来的柜子 还有这里一个煤气罐 现在这边加煤气罐的话 都是不买煤气罐了 缴压金 然后给个煤气罐 你随时可以退 这个是终身使用的煤气罐 然后这个屋里面的布局其实非常窄 只能够摆五张桌子 所以说不太好 太窄了 这个位置 这个是做稀饭 早上吃稀饭的 豆浆稀饭的 那里有个消毒柜 一个冰柜 陈列柜 然后这里是个大冰柜 放菜刀 然后这个位置 基本上就是放这个位置 是岸台 然后所有的管路管线 我是线路是穿着管子的 因为这个不穿管子的话 消防肯定是过不了的 抽油烟机也装好了的 这个是有吸油烟灶 这里是灶台 然后这里有一个调料台 调料台和这个岸台 然后调料的话就放在这边 这里放一张桌子 所以说好的东西布局 还是不是太合理 这里是洗碗吃 那里有个菜篮 墙上还有大点东西来放 这个厨房也紧够了 只有这么宽的空间 就这样吧 好了 啊 起码人家煮出来 你怎么过来 你怎么过来煮 煮出来有啥办呢 你要考虑 煮出来是三个 我煮的那个 叫整个起来 煮起饭的 可以聚啊 接着手 不是 你把我去的 他给你皮区的 做小就多 好好好 到这里再说 好 先冲着 我有死 出去哈 好 你死你死吧 你死吧 怎么我们打给他 好好好 外面就忙 孩子有死 哈 好了 我先出去一下 有事了